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晓洋 看到了没有台湾已经失守了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什么 全球非常严峻的这个 Contin-19 Delta-Coin 现在改名叫Delta-Coin 因为变种病毒了 好病毒大失控呢 这个疫情大海啸 每疫情呢单日140万了 天啊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些困境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失守银行群聚离三级不远了 好现在呢整个 几乎全球都沦陷了 上个月呢才三四十个国家 现在已经100多个国家 200多个国家都已经有这个Omocom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病毒大失控呢 每疫情单日一天将近140万 台湾也失守了这半个月来 银行啊 群聚啊离三级不远了 现在更严重的是每天进入 我们从海外进来的 几乎呢 七个人六个人就一个人是染疫的 整个飞机上面几乎都是群聚了 惨不惨啦 我当初就讲台湾喔 我们的这个疫情一定会失控的 大家在下方留言吧 你们有海外进来的朋友吗 你们如果再往前面看一下 海洋老师的预言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在之前的预言呢 一再的告诉大家 一再的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要小心 但是没有没有一个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疫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告诉各位你看看 我现在大概早一下 我在几天前 我在几天前你们再看一下 病毒进化融合 这个是这个是 这个节目是在两天前 两天前我也做了一篇 两天前我做了一篇 然后呢 这两天前做了一篇呢 还包括 来 还有之前的 还有之前的 还包括之前的 大概是在 五大灾恶 五大灾恶那个八种 五大灾恶那个是在三天前 你看我几乎 三天前两天前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解 这个疫情一定会大失控 而且全球上看4亿人 我觉得可能上看6亿人 这样下去的话是6亿人 来疫情会再次大爆发 看到了没有 我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 不断的在提示大家 来疫情会再次大爆发 2022年呢 还有一次过年 1月14号水星逆行 到2月4号正值过年期间 好圣诞跨年过年 连三坡的大型群聚 加上年初首次逆行孔 让疫情再次大扩散 病毒进化融合变异 看到没有 2022年 这个是之前做的 然后呢 这个是预言再印证 那个Delta 然后呢 圣诞后疫情失控 看到没有 圣诞后疫情失控 欧美技艺人呢 圣诞出游 零确诊正式破功 好 铁口直断全新大医员 第六波疫情爆发时间 我都准了 希望不要准确准了 就没办法是你 跨年倒数 疫情爆发也倒数 预言呢 魔王级的病毒 欧莫孔呢 孔贡献各国 你看到没有 这个都在一个多月前做的 魔王病毒为台 将近40国 已沦陷不止了 140国 台湾现在沦陷了 来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继续看一下 全球 你看全球这么多人 我们就不看了 来 3.13亿了 马上就4亿了 好来接下来 好来 等一下 你看 这是我在半年前做的预言 你们在下方留言吧 如果你没有看到我这个直播的话 我半年前就预告大家 来第六波全球 看到没有 走到这个丑 双丑 流年呢 是五黄煞 双五黄煞 王神 双五黄王神 加上丑的病毒是双病毒 大家都生病 英国现在呢 一天 十几万人 日本一天一万多人 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上万人 在染疫的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都是上千人 还有其他欧洲国家我们没有 匡列在内 那如果匡列在内的话呢 这个已经三里 一下子就一千三百万人 你想想看 美国一天 一百多万人 十天就一千多万人 好 那欧洲呢 加一加呢 我告诉各位 到过年前 恐怕上看四亿人 恐怕 可能喔 离四亿人不远 所以今年结束之前呢 四亿人会染疫 我在之前也做了一篇 四亿人染疫喔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来 四亿人 好 现在是三点一三亿 死亡已经五百五十万人了 你们以为这个疫情就这么结束吗 没有 还会继续 好 2022年更严峻的挑战就是 所有的医院量能全部都崩溃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也会崩溃 我们台湾也会崩溃 现在呢 今天早上 郑文燦 已经告诉大家 光是几个人呢 就要匡列三千多人 好 现在还有一个长龙的鸡丝也染疫回来了 长龙从荷兰回来的鸡丝 他也染了疫情了 还有这些人呢 染了疫情的人到处爬爬上 过年期间大家都去shopping 去买东西 然后群聚吃饭 有些人还去唱歌 真惨啦 可以乖乖待在家里面吗 好请在下方留言 我真的要呼吁大家 真的我们政府也够辛苦了 然后呢 这些防疫人更可怜 怎么办呢 这过年怎么过呢 对不对 那大家是不是把口罩戴好戴满呢 真的乖乖听话 好不好 台湾老师真的很忧心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台湾恐怕也失控 现在东京一天哦 东京附近周围一天一万多人 我们也想学日本吗 千万不要吧 真可怕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预言准 我其实很痛心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受苦 包括防疫人员 包括医护人员 包括百姓都在受苦 不是吗 所以你看我昨天晚上 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没办法睡觉 到两点多还没睡 然后看那些资料 我就在查资料 吓坏 美国一天呢 一百四十万人 将近一百三十几万人 想想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到底这个Omocom 然后呢叫做Delta Kong 到底会把我们打到昏 昏头转向的 真的 好来看一下呢 病毒大失控 病毒疫情大海啸来了 然后2022年才开春 现在才1月 今天是13号 半个月不到 已经大失控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每疫情一天破纪录了 单日新增138万例 遇14万人住院 14万人住院 你想要看那医药量的 不是要垮了吗 医院不要垮了吗 方舱医院在哪里啊 来 17天都创新高 Christmas 百万人出游 我就讲 一定会打失控 因为大家都太轻忽这个病毒 打三针 继续打三针 没有用 打了两针还是染疫 好现在大家呢 都去打针了 以前呢还怕死 小编如果不打针 就不要来上班 停薪 留职停薪 真的我也要你们去打针了 不要不乖去打针 好美国新冠肺炎 周一创下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38万例的全球最高纪录了 新增病例7天平均值达到最新高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每天有175.4万人确诊 175.4万人 根据美国卫生署及公共服务部呢 HHS呢最终统计呢 住院人数大幅增加到14.4万人 住院的人数听懂了没有 住院不是染疫 住在医院里面的人要14.4万人 好超越了2021年1月14日创下了14.2万住院的历史高点 现在比那个时候还更多人了 真的够惨吧 来接下来 根据美国呢 HS数据表示呢 截至9日呢 共有14万4千多人 好所以呢 到昨天为止 12日 已经攀升到14.7万人 这是什么样的恐怖世界啊 好另外呢 现在死亡人数 来我们先讲 美国全美本来50万60万 现在已经死亡84.2万人 你以为Omocom不会死人吗 错 我告诉各位还是会死的 不要轻忽了这个病毒啊 你身体健康不够好 你的量能不够 你的身体健康不好 医药量能不够 医院医生不够 我告诉各位全部都垮掉 全部都垮好不好 住在美国的亲朋好友同学们 你们真的要小心啊 再呼吁一次 住在全美境内 所有的亲朋好友同学们 请你们务必务必再小心一点啊 还有住在英国的亲朋好友同学们 你们要小心 欧洲的朋友也要 粉丝们也要小心啊 好不好 真是很恐怖的一个境况啊 中亚国家也是一样啊 俄罗斯啊也失控啊 对不对 我们再回去看那个数据 好可怕 前十名 来前十名 第一个呢 美国 然后再来印度 巴西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土耳其 意大利 德国 西班牙前十名 西班牙前十名 你们住在这个国家吗 如果你是住在这些国家 请你们留言给我 然后伊朗 哥伦比亚印尼 印尼排在第十三哦 波兰 来墨西哥 墨西哥 乌克兰 好 乌克兰现在在打仗 南非 河南 我们的长农航空机师 就从河南回来了 他排246第18名 第17名 好菲律宾 马来西亚 你看菲律宾 马来西亚 加拿大 加拿大 排第20名 好所以你们住在欧美地区的 粉丝们你们请小心了 好不好 你们有看到我的直播 赶快转传给你 所有亲朋好友 搞不好你还不知道 一天染疫多少人 然后死亡到底多少人 看看这些数据 很可怕 很可怕 比利时 泰国 伊拉克 越南 普玛尼亚 智利 日本 日本排在27名 葡萄牙 孟加拉 以色列 瑞士 希腊 看到没有 瑞典 斯洛伐克 奥地利 以及 萨尔维亚 好 这个是全球的排行数据 没什么好开心的 这是最恐怖的 所以你们如果是 住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话 请你们 请你们真的要小心了 现在本来死亡人数从60万人攀升到84.2万人了 已经多死了20万人 想想看不是不会死 真的 而且这个病毒攻击的是年轻人 攻击的是年轻人 连五岁的小孩都不放过的 OK 所以请大家要小心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欧洲呢 2022年 700万确诊 欧洲光欧洲700万确诊 2022年1月到12号700万确诊 世卫主族恐过半数人口要染疫 好 那是不是应验了呢 之前呢 推背图所说的 地母经所说的 在120年前 欧洲的因为染疫死亡了多少人 一半以上 六成以上的人口 黑死病 这次如果欧美又是这样子的话 欧洲到底要死多少人呢 太恐怖了 2022年 不发生打仗 结果疫情还笑 好 所以呢 病毒呢 演化太快 充满不确定 所以四位专家呢 也说 目前还无法把新冠病毒 当作流感来看待 不要以为它是一个流感 好不好 是让你很容易死亡的流感 不 错 流感死亡也很多 但是呢 冬天更可怕 冬天病毒更肆虐 肆无忌惮的肆虐 好 那魔皇变种欧美孔呢 强袭欧洲 2022年第一个星期呢 第一个星期就新增超过700万例确诊 两个星期内翻了一倍以上 世卫警告未来会更惨 好 现在是1400万确诊 来先讲一次 欧洲已经1400万确诊 两个礼拜1400万 1400万 拓散开来会是什么样 可能是上亿人了 所以呢 在年前呢 全球恐怕4亿人 农历过年前 全球恐怕要看4亿人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WHO的区主任呢 依照这个速度呢 健康伎量评估呢 研究中心呢 预测 在未来6到8周内 6到8周一个月一个多月 欧洲地区呢 50%以上的人口将感染 欧莫孔的变异株 那就是Delta加欧莫孔的变异株 叫做Delta Com OK Delta Com 好 那这个呢 你打疫苗没有用 打两剂疫苗还是 莫德纳打两剂还是照染疫 打三剂也在染疫 那这个病毒是很狡猾的 不是人类狡猾 病毒比你更狡猾好不好 你以为呢 所以你不要跟他玩狡猾的事情 乖乖的 你就是乖乖的防堵他 OK 请在下方里面 日本疫情也稍不停 单日确诊破万例 日本从去年8月下旬开始了 疫情8月是冬奥啊 记得吗 那个时候我就讲惨 一定会有很多的麻烦 果不其然 所以呢 大家为了要 好像呢 北京要开什么 中国大陆也要开奥运费 惨不惨呢 这样子下去 恐怕没有办法防堵了 这个全球的海啸 疫情海啸没有办法防堵 他不是光一个地区的海啸 是全球海啸 疫情海啸 OK 好 那接着下来 我们就不报数据了 台湾真可怕 Code 19的桃园银行员 在报9个确诊 累计12人了 去过中立联邦银行 践行分行 赶快去筛检 再呼吁一次 你们有人去过中立联邦银行的 践行分行 赶快去筛检 然后呢 中央旅行疫情指挥中心 昨天晚上公布的国内新增9例 Code 19的19个本土确定病例 尚未取号 还没有编号 好 CT值介于18.2到26.5 分别两例男性7个旅行 好年龄近于20多岁到50多岁 来小编小编们 请你们去打针 请你们去打针 今天下午 明天早上 轮流去打针 给你们两个小时间去打针 均为本日呢 匡列接触者扩大财检之中立区某银行员工 案17630之同职场工作人员 好要呼吁大家20多岁到50多岁的朋友请去赶快再打第二针打第三针好不好 银行群聚案再增两人累计14例 匡列下公民民众3013人採检 你看啊银行两个群聚再增两个人累计了14个 现在匡列3000多人要採检 桃园市政文章今天表示了 我今天早上看新闻他就这样讲 3000多人要採检 联邦银行渐行分行群聚案再增两个确诊 行员和其家人 目前累计确诊则总共14人 匡列3013名下公民众裁检 进到银行请你们 去到任何一个公共场所请你们留下资讯 全台都一样 不要说是桃园而已 台北市也一样 你们要去 不要这边又去虾片 然后又去爬爬罩 拜托一下定点买东西就好了 买完赶快回家 不要去唱歌 拜托一下 台湾市长郑文章说呢 这个14人总共呢 然后呢分行员工年终聚餐的餐厅要先行停业 匡列108名的员工当天客人採检 你看惨不惨连餐厅都来採检了 所以我们的疫情呢持续在扩大 然后呢 除了这样7个学校级停课 现在桃园有7个学校停课 12日深夜呢 紧急宣布13日今天全校预防性的停课 总共有7所学校在桃园7所学校停课的 桃园机场群聚案扩大延烧 12日晚间联邦一样又新增久力 所以总共是12个行员 因此呢桃园目前已经有这么多人了 那全校预防性的停课 离三级不远了 我要告诉大家 专家指标接最坏结局 过年宅在家不要乱跑 在家里面吧好不好 我真的从心里面痛苦到现在 真的很痛苦 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真的非常痛苦 好痛苦什么重生问题呢 大家过年恐怕就没有生意做了 如果三级几天 然后我们的医院量能恐怕又会不足 当初在两三个月前我在做疫情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提示 也希望政府要小心了 我说过年这段期间 境外移入的人一定会变成社区感染 果不其然又应验了 真的韩老师的优先都不断的在 真的我午夜梦回昨天惊醒了 惊醒了以后呢我就在想 这样子老师的预言这么准 不足可取 但是呢最可怕的是大家都受害了阿弥陀佛 但是我有提早预知大家 但是政府单位也好国境也好都没有放在心上 希望呢我们的政府单位真的要把他当做一件大事来处理 这个是跟病毒打仗 就好像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 现在全球在发生疫情大战啊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 好 所以呢疫情范围已从机场扩展到家庭职场跟医院 连医院的人都确诊 唉好吧 那我想呢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呢 我就不再做预言了 那我之前的预言都这么准 12月不会好好过日子 农历12月 希望大家好好的呢做好防疫工作好不好 我打算做直播要把口罩带回来了 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阿弥陀佛 台湾呢最好就平安健康好不好 世界各地赶快的平息这些疫情 希望呢我们在海外的粉丝们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请你戴好口罩 然后呢将海洋老师的直播转传给他们看 好不好 海洋老师的预言这么准 就是在提示大家 你以为我喜欢做预言吗 不是 也不是标榜我多厉害 不是都不是 我只在提示大家 希望大家小心 好不好 祝你们了 平安健康拜拜 哦 裙子 我们在认识中 里面准备大家 想要想要说 你们 上海了